第一个他说,弟子在念佛堂念佛,绕佛,有时候感觉全身很轻,脚也清凉。 但有一次又感觉着脚从凉变成冷,还会痛,请似乎开示,这是什么原因? 这个情形啊,你只偶尔有一次,一次的不适应。 但是平常呢,都很好,你就不必把这一桩事情放在心上,也不必去研究它的原因。 为什么呢?你去研究它的原因呢,把你念佛的阵念呢,夹杂了。 念佛的功夫,关键呢,在不怀疑,不夹杂,不间断。 偶尔发生,这一点小事情就放在心上了,你念佛的功夫很难成就。 这个道理啊,你要问我什么原因,我也可以告诉你,谋来扰乱,看你这个念佛念得不错了, 把你念佛功夫打破,让你不能成就,你想想是不是这个原因。 啊,所以,不要放在心上,即使非常疼痛,也要忍耐,把你的心专注在佛号上。 这个事情,不放在心上,就没有了吗?就忘记掉了吗? 啊,这是,古无大德门,念佛功夫,所以能成就。